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评出连载 西雅多少年说 理事长信乡 西城美丽说 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二的节目包括爱情麻辣汤 这里是江苏 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月韵唱谈 跟我学粤语 吃喝玩乐西雅图和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 广播频道是am1150或hdfm9809channel3 网上收听的网址是1150kknw.comslashlason 手机收听请下载Chinese Radio Seattle的app 或者下载KKNWAM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下面播放国际新闻 所罗门群岛总理所加瓦雷周三正式宣布与中国签订全面安全协议 坚称这不会对我们地区的和平和和谐产生负面影响或被破坏 但保密的条款和含护不清的措施削弱了这说法的可信度 如果协议泄露草案相同 所罗门群岛或将向中国该国开设军事基地大门 进而威胁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平衡 所加瓦雷暗示自己想通过修改宪法来推迟明年的选举 现在如果抗议爆发 它可以依靠中国 普京先不成功试射远程导弹 炫耀武力 普京表示 塞尔玛特星型洲际导弹 将迫使所有试图用疯狂咄咄逼人的言辞 威胁我们国家的人三思 目前尚不清楚该导弹的危险性 俄罗斯国防部长称 这种导弹可以携带多枚核导弹 但需要进行更多测试才能被部署 与此同时 俄罗斯加强攻击烈度 向乌克兰境内超过1100个目标发射大量炸弹 大炮和导弹 马里乌波尔开放人道主义走廊计划再次流产 俄罗斯拒绝停火 呼吁称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提供喘息的空间 普京在国内媒体上继续重申其入侵借口 称乌克兰对顿马斯地区讲俄语的人实施种族灭绝 迫使俄罗斯开始了这次军事行动 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 无视联合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提出了人道主义停火呼吁 称这样请求很虚伪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三正式要求在莫斯科会晤普京 在基辅会晤泽恩斯基 据信古特雷斯直接与普京打电话 但没有成功 国际社会反映 北约开始增加军事开支 美国继续训练乌克兰炮兵和空军 德国也撤销了长期以来 禁止向冲突地区运送武器的规定 俄罗斯官员在G20财长会议上受排斥 当该国财长发言时 美国和乌克兰与会官员离席以示抗议 随着政界和公众对北约的支持激增 芬兰议会开始就加入北约展开辩论 英国首相约翰逊敦促俄罗斯人道 对待一名巨星在马里乌波尔被捕的英国士兵 下面是天气宝 大夏都地区今晚多云 降水概率为25% 最低气温华氏44度摄氏7度 明天多云降水概率为50% 最高气温华氏53度摄氏12度 最低气温华氏44度摄氏7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8分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上海当局周三宣布 微服放宽新冠防疫的封锁限制 自本月初以来 全境遭到封锁的上海 开始放宽这项限制 特别是在某些条件下 允许1200万上海居民走出他们的家门 上海当局周三宣布 任何放宽与新冠病毒大标题 相关的封锁限制 因此虽然该市的2500万居民 原则上受到严格的居家隔离 但上海市政府表示 自上周以来 已经采取了一项放松措施 允许超过1200万居民 走出自己的家门 只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居住地 或者自己的小区范围内 对于上海居民来说 他们终于可以呼吸到一口清鲜空气 这项被封锁的上海市民 似乎因为越来难以获得食物 而且那些检测成阳性的居民 因为强力隔离 而被带到那些方舱医院 而越来感到愤怒 这种连格的封锁措施 也是跨国企业所担忧的根源 他们想知道 这个封锁令 对于全球供应链造成了影响 而当局当初只宣布 进行四线的封锁令 因而导致许多企业停止生产 上海市24小时内 新冠确诊 新增死亡人数达到了7人 然而这种政策的放宽 只涉及到了那些 中国共产党的志愿者 他们往往尽尽所能 所采取防止新冠病毒的隔离措施 面对因病毒死亡人数增加 当地当局保持谨慎的态度 特别是对于那些老年人 和那些健康虚弱 比较容易感染者 以及那些比较少 比较接种疫苗少的人群 在一项宣布 放官某些限制的同时 上海周三表示 在过去24小时内 又新增7人死亡 这使上海大都会的 新冠病毒死亡总数达到17人 此外 根据上海当局的报告出 该市检测呈阳性的病例 已超过了18000例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 这仍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但却是中国自2020年 初疫情第一阶段以来 所记录的最高水平 这就使得国家采取 与病毒共存的防疫措施相反 中国继续采取清零政策 这严重损害到了上海市的 运输和供应链的进行 最近几天 当局开始列出那些 所谓必须继续生产的战略公司 在上海也有600多家企业 工厂被当局选中 允许提前复工 中国经济如何摆放 德中经济关系 是德国媒体关注的话题 德国电视台担忧中国 经济自4月起会大大下跌 该电视台认为 尽管中国经济在第一季度 有所增长 但仍面临巨大的压力 防疫清零政策和乌克兰战争的 后果可能会减缓 4月以来的盛生势头 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比如专家报道上海的情形说 上海路上的卡车数量 只有平常的一半 虽然港口运作仍然良好 但如果只有一半的卡车可用 就不可能像以前那样 下载那么多集装箱 国际买家对中国经济 越来越多的持怀疑态度 除了中国严密的防疫 封城措施带来的影响外 观察家们认为 从长远来看 乌克兰战争也将拖累中国的经济 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货膨胀 导致世界各地的人们减少消费 人们担忧 中国经济自4月起会大大的下跌 南德日报表示 德国的经济增长 严重依赖对中国的出口 这是危险的 不过如果欧盟内入市场能得到加强 这可以补救这一局面 在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前 德国经济是建立在危险的依赖上的 天然气来自俄国 德国经济的增长动力 来自对中国的出口 这两者都必须加以改变 现在人们看到 能把能源安全 托付给莫斯科 是如何的危险且幼稚 而相信中国是个友好的市场 同样也是个麻烦 中国的集权者反正 也想让自己的经济摆脱 对进口的依赖 其目标是更多的 依靠自己的科技 另外北京对中国演示 中国视西方为对手 德国因此有必要在经济政策上 引来一个时代的转折 就像 舒尔茨总理在防御政策上宣布 要来个时代转折那样 这样做的目的 当然不是说要减少对中国的出口 而是说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也就是说德国企业要在其他市场上 进行更多的销售 不是说要和中国脱钩 而是说不要等到中国要和西方脱钩时 才被动的接受 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答案很简单 就是要依靠欧洲内陆的市场 当然人们首先需要加强欧洲内陆市场的能力 比如欧洲有必要为银行和证券交易所 交易建立一个共同的市场 这会有助于欧洲的经济 并会减少对伦敦和纽约等其他金融中心的依赖 乌克兰战争促使日本加快重塑国防战略 乌兰战争无疑给整个世界的地缘安全格局 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在印太地区 日本反应尤其强烈 一些迹象显示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举入侵 正在促使日本重新考虑其总体的国防战略 进一步大幅加大防卫力量 来提高军费的开支 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日本是世界上科技程度最高 工业基础最强的国家之一 即使没有大力致力于发展军力的情况下 它仍拥有很多尖端武器的军力 已经排到了全球第五名 其国防预算在环球火力评级网站 2021年对140个国家排名中排名第六 日本军力的决体 将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 带来深远的影响 在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之际 日本正在就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等几个涉及外交和安全政策 长期指导性文件进行修改磋商 日本执政党领导人近几个月以来宣布了 一系列国防安全政策的预期变化 其中包括国防开支翻番 发现打击地方基地的能力 前首先暗卫境三 甚至暗示日本在领土上部署核武器设施的前景 虽然这些表态被认为是政治姿态 不太可能会辅助实施 但观察人士认为 这表明日本国防战略思想的变化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日本安全问题专家 Jeffrey霍农说 乌克兰战这为日本敲响了一击警钟 他说在中国的威胁之下 加强日本的防务力量是由来已久的趋势 但是乌克兰危机为这一趋势增添了新的动力 他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他为台湾局势提供了不同角度的看法 事实上冲突随时可能发生 兰德公司的霍农说 许多政策制定者表现出更强烈的意识 再加强他们的防御方面有更大的紧迫感 在物战爆发之后 日本修改了军事出口管制规定 向乌克兰运送了防弹背心 头盔等非致命军事装备 二战之后 首日本从未向其他国家运输过任何军事物资 日本防卫省在谈到 在3月9日运出装备时说 这是我们第一次执行此类任务 但我们将尽最大努力迅速送达乌克兰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 星期三会晤 被中国当局关押的维吾尔族医生 古利仙阿巴斯的家人 并谴责中国当局对维吾尔族 等少数民族的暴行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 星期三在推文中说 他刚刚与在中国被不公正拘留的古利仙 阿巴斯医生的家人进行了会晤 美国将继续为他的人生安全和获释而努力 并反对中国对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 宗教少数团体成员的报警 这位大使说 古利仙阿巴斯是一位中国的退休医生 他在2019年被中国当局拘留 并判处20年有期徒刑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 曾在2020年12月底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 古利仙阿巴斯因参加恐怖组织罪 帮助恐怖活动罪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被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判刑 跨党派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说 中国政府经常利用海外维吾尔族人的 亲属作为人质来恐吓和压制活动人士 古利仙的妹妹如 阿巴斯是总部设在华士监禁 是被他在美国的活动的报复 2018年9月我在哈德逊研究所的一个研讨会上 就中国维吾尔族人的问题 发表了讲话的6天后 我的姐姐被中国当局从家中带走 她当时说 广告后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 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 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 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 并通过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您正在找工作吗 有些雇主可能承诺让您可以赚大钱 或者可以在家工作 但是如果您需要先付钱才能获得一份工作的话 那么您可能遇到了诈骗 真正提供工作机会的雇主 不会要求您先付钱才会录用您 更不会保证您可以轻轻松松地赚大钱 这些通常都是诈骗 因此如果有人要求您先付钱才能赚钱 请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 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 网址是reportfraught.ftc.gov 联邦贸易委员会获其网址宣 没时间去超市 快来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We 今月下单次日达 满35元即可免命费 新鲜果蔬 海鲜肉品 方便素食等品类抽全 还有爆款零食饮料 来We 一站式轻松选购 走不出户也能实现美食自由 赶紧登陆WEE官网或下载APPWEE 新用户可领取现实20刀新人红包 油价这么贵 未来帮您省油费 您在收听的是下路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我是柯宇帆 我是Jennifer 今天是2022年4月20日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拜登政府周二表示 如果美国疾病疾控中心的公共卫生专家认为 佩戴口罩抵御新冠疫情有必要 行政部门将对一位联邦法官做出的 废除口罩强制令的判决提出上诉 美国疾控中心则表示 将继续研究美国的防疫措施中 是否需要口罩强制令 在美国一联邦法官对口罩强制令 做出废除的判决之前 这一强制令已在美国实施了14个月 并预定于5月3日期满 强制令要求搭乘美国航空公司 火车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旅客必须佩戴口罩 我们根据几个因素持续评估在这场场景中 佩戴口罩的要求 包括美国新冠疫情社区传播程度 蔓延风险和病毒新的变异毒株 以及病例趋势和重症程度 疾控中心的一位发言人在周二发布一则声明中表示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新机与台湾行政院政委员登陈中 举行了线上的会议 会后的官方声明没有 说明双方是否讨论了台湾加入的议题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份新闻稿中说 两位官员审设双方自去年6月在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 框架下举行的第11次会议来的双边贸易议题 讨论了就双方都关起 议题进行合作的 在世贸组织等多边组织当中展开合作 声明没有具体提到 近期一讨论的议题是否包括了美国邀请台湾 加入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计划 拜登总统去年10月在东亚高峰会上宣布 美国将联合盟又与伙伴共同 索罗门群岛准备与中国签署的一项安全协议 引起了美国及地区国家的高度关注 白宫周一表示 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克尔特坎贝尔和国务院亚太事务最高官员 这个周这个星期将前往索罗门群岛访问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个声明中说到 由坎贝尔和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康达率领的包括国防部以及美国国家发展署 官员的代表团将访问索罗门群岛 斐济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三个国家 声明没有提出具体的访问时期 声明说代表团将与资深政府官员会晤 确保我们伙伴关系为太平洋岛国和印太地区 带来繁荣安全和和平 声明表示代表团将先在夏威夷停留 在美军印太司令部与高级军事官员及区域伙伴磋商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计划 星期一在五小大楼再次接待 菲律宾国防部长诺伦扎纳的来访 与其是将是诺伦扎纳最后一次作为国防部长 访问华盛顿并对下个月菲律宾总统大选后 美菲同盟关系的成前起后起到重要的作用 五小大楼上星期五宣布将在星期一下午 为洛伦扎纳 DOU俘干吗 Xサン aré 威ten 他 此 猩 1 5 5 6 2 3 1 稳定和繁荣的关键 下面一报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截止到4月20日晚上 全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 80801505人 新增80882人 死亡99206人 新增886人 截止到4月18日晚11点59分 华盛顿州新冠病毒病例为 1479559人 新增1696人 死亡12650人 新增24人 其中金线确诊人数为 386682人 死亡2714人 皮尔斯线确诊人数为 193496人 死亡1393人 那还没看 看 确诊人数 确诊人数 152736 947人 死亡795人 雅克马康体 确诊人数 71567人 死亡781人 曼森康体 确诊人数 52537人 死亡467人 德斯线康体 确诊人数 47179人 死亡417人 目前华州因新冠病毒 住院 59815人 作为改进COVID-19报告的 持续努力的一部分 华盛顿州卫生部 更新了其COVID-19数据 仪表盘的数据 以创建一种新的 更加友好 对用户友好的格式 该格式的目标 是让公众更容易访问 和理解所提供的数据 除了这种新格式 仪表盘还形成了一种 记录与年龄相关的 测试数据的新方法 这一变化将提高准确性 并纳入报告测试 结果的新州规则 西雅图市移民和 难民事务办公室 很惊险 今天在西雅图市场办公室 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与新美国人 全国伙伴关系 亚洲咨询和转介服务 One America 以及其他社区成员合作 加入2022年 200万人入籍运动 今现议会 周二批准了该线 加入公民城市 倡议的立法 这是一项重大的国家计划 旨在帮助符合条件的 美国永久居民 成为公民 并鼓励全国各地的城市 和县 投资于公民身份计划 西雅图市长 布鲁斯哈雷尔 曾经现行政策 据西雅图警察局称 西雅图警方逮捕了一名男子 他被指控投掷石块 打破玻璃 用锤子锤烂栅栏 并将自己暴露在一名妇女面前 当警员将证明51岁的男子拘留时 警员说他从一名警员的背心上扯下装备 并试图抓住另一名警员的枪 警方使用了电击枪 该男子被拘留 该男子被因被破坏财产 猥胁暴露 袭击和重罪逮捕令而被捕 在被送往金县监狱时 他被带到了港警医疗中心进行评估 西雅图公立学校的一名教学助理 因涉嫌在2015至2016年学期间 发生在Renierville小学的虐待 而被控两项猥胁而同罪 在涉嫌虐待事件发生时 该员工正在学校担任英语 第二语言教师 这语言行为于2021年11月曝光 受害者写了一篇 关于他被哈桑性侵犯的文章 并通知了学校校长 受虐时受害人大约6或7岁 检察官要求将他的保时金 定为5万美元 周三 水手队在与流量者队的分区比赛中 没有经理及替补教练出席 球队宣布经理斯科特·瑟维斯 和替补教练曼尼阿克塔都感染了 口感能进华无法参加比赛 一类教练克里斯托弗 内阁龙将临时管理球队 下午6点40 选手队在T-Mobile Park体育场对阵 德克萨斯流浪者队 周三 一名奥林匹亚男子 已谋杀一名母亲和他4岁的女儿 而被判有罪 塞斯顿县治安官在一份新闻稿中说 尼克德纳姆在3月20日被控 谋杀34岁的夏林范奥肯 和他的女儿佐伊皮斯 经过两个月的审判 PATIENT团裁定德纳姆犯有两项一级谋杀罪 和其他十项重罪指控 下面是天气预报 达西亚图地区今晚多云 降水概率25% 最低气温华氏44度 摄氏7度 明天多云 降水概率50% 最高气温华氏53度 摄氏42度 最低气温华氏44度 摄氏7度 网络后请继续收听 西亚图中文电台新闻也线栏目 XFINITY 152台 为西亚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 东方新闻 凤凰卫视新闻 《非诚勿扰》 《一战到底》 芝麻开门 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 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Crossings TV Con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查询详细节目信息 请访问www.crossingstv.com 西亚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亚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亚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亚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亚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 义务为西亚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亚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ceattle at 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亚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新鲜的青草味 鸡掌的声音 清脆的鸡球声 是时候向前迈进 让小朋友可以再次出去活动 如果您的孩子是5岁或以上 那就要为他们接种COVID疫苗 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 如果有任何疑问 请向您的医生查询 在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我们做得到 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提供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 北京时间4月21日3点30分 西班牙当地时间20日晚上9点30分 2021-22赛季西甲第33轮 一场胶连战展开争夺 黄马客场3比1 立刻奥萨苏纳 阿拉巴阿森西奥和卢卡斯进球 本资马两度罚丢点球 黄马四连胜零跑 黄马此前13四连赛 对阵奥萨苏纳取得9胜4平 近94连赛客栈奥萨苏纳仅剩3场 双方连赛历史交锋79场 黄马48胜18平13负 其中客场16胜12平11负 罗罗里格 塞瓦洛斯 阿森西奥和纳桥轮换出场 北京时间4月21日 2021-22赛季 英超第30轮一场 补赛展开争夺 曼城主场3比0 完胜布莱顿 马赫雷斯传设 福登和贝尔纳多进球 曼城继续以1分优势领跑 曼城上赛季客户布莱顿 只是曼城在双方进11次交锋中的 唯一败季 其余10战9胜1平 双方历史交锋27场 曼城17胜5平5负 马赫雷斯 金多安 罗德里 德布朗内 拉布尔特和埃德森轮换出场 北京时间4月21日 随着太阳不敌折孤 以及布克的受伤 总冠军和总决赛MVP的赔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夺冠赛赔率方面 勇士冲到了第一位超过太阳 总决赛MVP赔率方面 季后赛开打只排在第六位的库里 连续超越五个球星 升至第一 先来看看夺冠赔率 在昨天太阳和折孤一战前 勇士的独冠赔率还只是排在第三 落后于太阳和熊鹿 而今天勇士一下子冲到了第一位 一方面是布克受伤 让太阳前景堪忧 另一方面 勇士的新五小阵容攻防俱佳 让人更加看好勇士 数据显示 勇士的新五小 普尔 库里 汤姆森 维金和格林 这两场一共用了11分钟 拿下47分 赢了对手29分 投篮22中17 3分8中7 进攻效率204.3 防守效率75.0 百回合赢129.3 实在太疯狂了 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周三发布声明 将禁止俄罗斯百俄罗斯球员 参加今年温网 并呼吁英国其他赛事 一起执行该政策 志愿者梅德韦杰夫 萨巴伦卡等球员 都将无缘这草地 这项草地带满贯赛事 并且无法参加在伊斯特本 诺丁汉和博明汉举行的其他英国举行的草地赛事 AELTC在声明中表示 代表全英俱乐部和锦标赛管理委员会 我们希望在这个令人震惊和痛苦的时候 对所有受乌克兰冲突影响的人表示持续的支持 因此我们打算带着深深的遗憾 拒绝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球员参加 温布尔登 台阶方面的消息 道琴色股工业平均指数今天上涨249.59点 破0.71% 收报于35160.79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66.59 破1.22% 收报于13453.07点 标普500指数下跌2.76点 破0.06% 收报于4459.45点 截至发稿 贵金属市场方面 COMEX黄金期货上涨5.90美元 报收于每盎司1954.90美元 国际原油市场方面 美国WTI原油期货 报收于每桶102.75美元 国际布伦透原油 报收于每桶106.97美元 比特币收报于41427.21美元 加州股市方面截至到收盘 周三收盘 上涨指数315 收报于3151.05点 香港航市指数 收报于20944.67点 日经指数上涨124.30点 收报于27343.15点 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为 每100美元兑换 641.97元人民币 在特斯拉发布强劲的 第一季度业绩后 马斯克完成了一次 业绩目标的帽子吸法 解锁了总计 230亿美元的期权奖励 第一季度业绩与前三个季度 业绩加在一起超越了 解锁马斯克2018年 薪酬方案中规定的 12批期权奖励中的 第9至11批 所需达到的里程碑 新解锁的3批期权奖励 允许马斯克以每股 70.01美元的价格 购买840万股 特斯拉股票 缴州三收盘价 则让约90% 20日 奈飞盘中跌幅 一度超过了36% 近11年创最大跌幅 收盘时较前一个交易日的 跌幅为35% 公司市值一夜 蒸发了560亿美元 主要原因是 公司此前一天公布了财报 其一季度营收 不及市场预期 而且公司最重要的业绩指标 全球净付费用户 减少了20万 是公司11年以来 首次出现净付费用户 不增反降的情况 奈飞对此解释称 公司今年3月初 退出俄罗斯市场 导致第一季度 减少了70万净费用用户 此前由于奈飞在美国 和加拿大市场再次提价 也导致了其损失了60万用户 南美航空周三表示 将恢复对大约2000名 疫情期间不遵守口罩规定 而被列入净费名单的乘客 服务 该公司在2020年 疫情爆发后宣布 将强制所有的乘客 在飞行期间佩戴口罩 如违反规定 将被列入禁飞的名单 本周一 美国政府宣布 不再在公共交通上 强制执行戴口罩的规定 新鲜的青草味 鸡掌的声音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 是由柯宇帆和 杰尼法为您播报 今天的新闻采编 是行文录仪 柯宇帆和小圆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 今日西雅图 新来微博账号 西雅图中文电台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想要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 是美国故事栏目 下面把时间交给小圆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 用英文